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 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二十二课 课文的讲解部分 我们看第一句 What's the idea of progress looms so large in the modern world? 就是为什么进步这个概念 在现代社会里 是如此的让人感到迫近 而且还让人感到有一点担忧呢 在词汇当中 石老师已经讲过 loom的含义叫让人担忧的迫近 那么他马上你就应该知道 从作者的本意来讲 他对于进步这个概念 也就是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是 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东西 作者对他却是忧心重重的 也就是讲作者其实是对进步这个概念 是有一种负面评价的 那么这个文章的 它是一个论说文 它的开篇啊 是用一个问句开手的 大家都知道 判断一篇讲演的好坏 主要取决于三大要素 它们分别是 这个content structure和language 就是演讲的内容 结构 以及 它的语言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去 可以看一下一篇成功的演讲 这是一个在我们的 这个比赛当中呢 获得优异成绩的演讲稿 我们可以看一下 Have you ever considered yourself lucky to have entered college? 就是你有没有曾经考虑过 你能进入大学 是一件幸运的事 Have you ever struggled to make a decision to change the major you don't like? 你有没有去 绞尽脑汁 要去做一个决定 也就是要去换 我们根本就不喜欢的一个专业呢 Have you ever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after graduation? 而你有没有为你毕业以后的前程 而感到忧心呢? 我全有过 你会发现 你看像这样一个演讲稿 它说你有没有过 你有没有 那么现在你会发现 它一下就会拉近 从一个演讲的人 和下面听众的距离感 而且会让观众 和他的这样一种 这个演讲的人 有一个 虽然没有去 真的去达到一种 这个交流 其实它是 在心灵上 已经做了一个沟通了 那么一个道理 在咱们这篇文章 作者 根本就没有见到我们 但是他问出一个问题以后 他其实已经和我们的读者 进行了一个 心灵上的一种交汇 所以这时候你再看这个文章 就显得非常的亲切 就是为什么进步这个概念 在现代社会当中 变得这么的迫切 而且还让人感觉到 有一点点忧虑呢 那么我们也想知道答案 那为什么呢 好 我们继续 下面一个情况是这样的 马上就开始答了 Surely because the progress of a particular kind is actually taking place around us 当然了 Surely 它呢是这样叫修饰性副词 是在修饰整句话的 当然是因为 某种进步的概念 大家注意啊 某种特定形式的进步 is actually taking place around us 确确实实是正在我们周边发生着 and it'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nifest 而且还变得越来越明显起来 那么作为细心的读者 大家应该马上知道 其实对作者来讲 他是承认某种进步的 也就是讲 他并没有说这个世界没有进步 他承认有 只是在这个进步之前 作者加了一个非常耐人寻昧的词 这个词叫做particular 特定的 那么我们作为读者 就应该马上和作者进行一个对话 那其他方面的进步呢 可能我们一般的人 只是看到了某种特定的进步 而没有看到其他方面的进步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继续 也就是讲 现在一种特定的进步 是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着 而且它呢还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Although mankind has undergone no general improvement in intelligence or morality Although引导让步撞语 尽管人类 注意 Mankind 人类 它呢可以用另一个词来去替换它 Humanity 因为等一会儿我们就会提到这个词 Humanity 就是人类的意思 那么尽管人类啊 它呢是没有经历 在治理和我们的道德方面的进步 大家注意啊 刚才我们只是提到了一条 什么方面有进步呢 它说叫particular 一种特定的进步 但是作者马上就告诫我们 其实我们从古到今 在治理和有还有我们在道德感上 没有大的进步 就是你想想我们现在的人 是不是比达芬奇聪明呢 这是个问题啊 那么现在的人是不是比爱因斯坦还聪明呢 这更是个问题 那么道德感更是这样的 那么你会发现 那么现在的人 是不是比我们在当年的一些人人治世 更加道德感有提升了呢 答案当然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因此 made extraordinary progress 但是它确实也取得了大的进步 在哪啊 in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是在知识的积累方面 那么也就是讲 作为细心的读者 大家应该呢就明白一个事 作者在文章的一开始提出一个问题 是有道理的 他说的是 为什么进步这个概念 让人感到这么迫切的忧心忡忡呢 因为某种进步在发生着 大家这时候你就应该理解 哪种进步是发生 而且它有一个词叫做 extraordinary 非常大的进步 这个进步是谁啊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知识的进步 而与之相反的是 谁没有大的进展呢 两条 一 intelligence 治理 二 morality 就是治理和道德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形成一个 你脑海当中啊 应该想出一幅图来 一个东西特别快 是谁 知识 一个东西啊 特别慢 甚至没有 这是怎么 什么东西呢 治理和 我们的道德感 这样这两个东西啊 相间呢 就有一个差异了 这个差异是谁呢 就是我们老说的 落差 然后就会有了落差 那么就是这个落差 会让作者感到一种感觉 这个感觉叫做loom 就是感到忧心忡忡的 破镜 那么也就是讲 有了知识 我们的道德和治理 却没有进展 没觉得这样出问题吗 这个非常像我们国家 现在更能感觉到的一点 就是社会在经济方面 取得了大的进步 但是呢 在精神文明方面 却没有大的改观 你会发现 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 这个社会就会产生一些 让人感到很忧虑的东西 那下面我们怎么办呢 现在马上就开始说了 knowledge begin to increase as soon as the thoughts of one individual could be communicated to another by means of speech 他马上具体就提到了 知识的进步 它的流程 第一步 知识啊 是这样去积累起来的 也就是讲 一个个体 能够和另一个个体 去进行思想上的这个沟通 那么通过什么方式呢 by means of speech 通过言语 说话 也就是讲 知识之所以进展这么快的 第一个基础是 大家学会了说话 在原始社会 第二步 with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注意了吗 随着书写的发明 a great advance was made 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为什么呀 for 原因壮语 knowledge could then not only be could then be not only communicated but also stored 因为我们的知识 不但可以被去交流 而且还能去储存下来 所以你会发现 步骤二 第一步说话 第二步可以记录 那怎么办呢 libraries be the education possible 而现在 libraries 就会让我们的 教育成为可能性 an education in its turn added to libraries 而教育 又会反过来 让library 得以增加 你同学说 那老师老师 为什么你不说 library叫图书馆 它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你知道 在高端的英语当中 我们慢慢的 就学来学去 就会发现 有很多的词 它们都会有一些 其他的含义 比如像我们最简单的 library library的含义叫 collection of such materials especially when systematically arranged 它的含义指的是 资料的集合 会叫做藏书的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含义是这样的 就是藏书 会让教育成为可能性 而反过来 教育又会让藏书 得以增加 所以对于将来 我们在高端语学习当中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那些熟悉的词 的生辟含义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 pen pen 钢笔 它是不是还有 我们说的这个围栏的意思 就是牲畜的围栏 比如像我们说的ear 耳朵 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含义 就都是这个 我们说的玉米的 这个玉米的碎 那么这个情况 就玉米须子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们是这样 就是在这句话当中的 大家首先需要掌握 这个library 就是图书 另一个地方 就是反过来 intern intern的含义 首先我们会发现 指的是结果是 第一个意思 比方说 interest rates were cut 利率降了 and then intern share prices rose 然后呢 结果就是 股价上升了 那么另一个含义就是 one after none 就是反过来 就是轮到谁的意思 比如说 each of us intern had to describe how alcohol had affected our lives 我们每一个人 都轮流的 去干嘛呀 去 讲了一下酒精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好 我们再看最后一句 harmonie among people makes world peace possible and world peace in its turn enhances harmony 民族间的和睦 有助于世界和平 而世界和平 反过来又会促进 民族间的和睦 你看 现在有三个状态 我们都需要去 牢牢地掌握 这块呢 就属于叫做 intern 当然也可以叫 它一个遍体叫 in one turn 反过来 好 我们继续 那么下面一步呢 是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么让知识 快速增长的 增长的第一步 说话 第二步 书写 而当然了 现在书写完了以后 就有一个大的改观 就是图书增加了 而图书让教育成为可能性 而教育又增加了图书的数量 那么好 我们继续 那么下面一个情况是这样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那么知识的增长 开始解释了吗 follow the kind of compound interest 之后 知识的增长 是按照一种复利法则 去进行的 所谓的复利法则 就指的是说 俗称 驴打滚 利滚利 就是利上加利 它呢是按照这样一种复利法则 去进行的 那么下面一块呢 我们就比较简单了 什么叫复利法则呀 咱们开始去解释啊 which was greatly enhanced by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注意which 电影从具 它当然指的是叫做knowledge 就是growth of knowledge 而现在你会发现 知识的增长 还会被这样加以促进 大家注意 which等于的growth of knowledge 知识的增长 还会被谁加以促进呢 by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被这样一些 印刷术的发明 咱们再复习一下 知识的快速增长 第一步说话 第二步书写 第三步印刷术 这都是让知识 快速增长的方式 then 然后呢 knowledge began to be accumulated crawled into the systematic plane 然后知识啊 就开始按照 体系化的方式 快速增长起来了 但是你注意 在这个前方啊 它是有一句话 我们没有说 这句话是谁呢 all this was comparatively slow 所有这一切都是比较慢的 就是石老师反复说那三步 说话 写作 和印刷 这三步都是比较慢的 和水比呢 with dimension of science 和科学的发展比 都比较慢 the tempo 注意 tempo就指的是growth of knowledge 这个速率 知识增长的速率 was suddenly raised 因为有了科学的到来以后啊 这个知识发展的速率 马上就增加了 tempo是来代替前方的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于是才出了 刚才石老师说的那句话 the knowledge began to be accumulated crowed into a systematic plane 知识是按照体系化的这样一种程度 去发展起来的 也就是讲 第四步是科学 让我们的知识快速发展 下面开始具体的做了一个比方 the trickle became a stream 涓涓细流变成了小溪 这明显指的是tempo 就是知识增长的速率 而再往下 and the stream has now become a torrent 而现在这个小溪又会成了洪流 你注意 这一块是一个例子 就来去非常具体的解释 知识它从小溪到洪流 这样一种发展的过程 非常的形象 moreover 其次呢 as soon as the knowledge is acquired 注意 到现在为止 大家应该知道 作者只说了一条 知识的速度增长非常快 从小溪到洪流 第二步 as soon as the new knowledge is acquired 只要有了知识以后 it's now turn to practical account 它马上就会被加以 去付诸实践 put turn to practical account 付诸实践 注意看 这个词组啊 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词组 比如我们说 turn or put something to good account 用在了正道上 to use something for good purpose 比方说 perhaps she could put some of her talents to good to good account by happiness 它呢是其实啊 是可以把他的天才 用在正道上的 比如说 可以帮助大家 所以turn something to good account 这个叫做 用到了正道上 那如果用到了 这个实际的情况 叫做turn to practical account 这不一个开放性的词组吗 好 我们继续 那么下面一个情况 是这样的 所以你知道 最后做了一个结论 what is called modern civilization 所谓的现代文明 It's not a result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all man's nature 其实啊 并不是 所有人 人性的一种 平衡的发展结果 but 而是什么呀 前方省去了 叫development 而是什么的发展呢 大家注意啊 but of accumulated knowledge 而是那些 知识的 增长起来的 知识的发展 分词结构的定义 applied to practical life 是用到了 现代或实际 生活当中的 知识的增长 那么也就是讲 到目前为止 是要是做一个总结啊 那么作者首先呢 在文章的第一开始 他提出一个问题 进步这个概念 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下面开始具体解释 一 有的东西 在确切发生着 那么这时候 读者就应该问 是什么在发生呢 作者马上会告诉大家 知识 是在快速增长的 什么没有动呢 两条 一 intelligence 二 morality 治理和我们的道德感 下面开始 具体进入了一大段 去解释 知识增长的一个过程 第一个流程 会说话 第二个流程 writing 写作 第三个流程 printing 这个去印刷 第四个流程 science 科学的发明 科学的产生 所以马上就得出一个结论 知识的增长 特别特别的快 那么除了快以外 还有第二个原因 知识还被用到了实际当中 所以这样一来 出于快和用到实际当中 就产生一个情况 一个结果 知识增长特别多 于是就产生了我们所谓的 现代文明 但是你没发现 一直没有提到的 morality 道德 还有谁啊 还有我们说的那个就是 intelligence 智力呢 却几乎没有动 那么此消 笔长 那么于是乎呢 就成为一个 剪刀叉的问题了 那么他马上呢 就得出一个结论来了 那么这个结论是谁呢 问题或者说是 the problem now facing humanity 刚才已经说过 humanity 他指的是谁啊 就是前面说的 human beings 就是我们所前方所提到的 这个humans 或者human beings 都可以 人类嘛 那么这时候 你就会发现 比方说 we want a clean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all humanity 所有的人 都希望有一个 清洁而健康的环境 而这时候 你会发现 还有另一块叫做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这就我们老说的 叫做反人类罪 对吧 这个状态就属于叫做 反人类罪 当然如果是变成 复述 the humanities 它当然指的是说 像literature history art 像什么文学 历史学 还有艺术 就这样一些 门类的研究 而和它对应的是谁啊 science or mathematics 像什么数学 还有什么科学 等等这样的情况吧 所以我们一般把 the humanities 变成复述 叫做人文学科 后面那个当然叫做理工学科了 行 我们现在继续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啊 就是 现在我们全人类 所面临的问题 是这样的 what is going to be done with all this knowledge 面对增长这么快的知识 该怎么办 刚才已经说过了 知识增长太快 而人类的智力 和我们的道德感 却没有大的改善 怎么办 as is often pointing out 就像人们所经常指出的一样 注意as 正如 它呀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代词 是来代替后方的 knowledge is a two-acted weapon which can be used equally for good or evil 就是来代替 知识是一把双刃剑 定从具 它既可以造福 也可以作恶 注意 它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 就是如果现在把主语 老师老师指的是 knowledge is a two-acted weapon which can be used equally for good or evil 放在主语的位置上 那势必就会形成 头重脚轻的状态 这为了句子的平衡 才采用了一个代词 把s提前 比如说我们说 as is often the case that he helps others 事实就是 它帮助了别人 这句话当然应该可以写成 he helps others is often the case 他经常帮助别人 是一个事实 当然你这样写的话 就会显得难 我带得特别大 身子特别小 就显得难看 那么好 就像人们所经常指出的一样 知识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以造福 也可以作恶 it is now being used indifferently for both 而现在呢 他呀是 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的 都在做 都做什么呀 造福 也在作恶 Codernic Spectacle for instance 比如说 有没有这样的场景 注意啊 这个时候呢 Cod 他是引导的是一个 虚拟器的一个问局 他这边啊 是这样 就是相当于 让大家呢 去凭空的设想一下 有没有这样一个场景 Spectacle 叫做壮丽 或者是一个宏大的场景 那么这时候 你就会发现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比如说啊 插入语 Be more grimly Vimsko Grimly的含义叫做 令人感到恐惧的 Vimsko 咱们以前讲过 叫做 让人感到荒诞不羁的 就是有没有这样一个场景 比下面一个场景 更将让人感到荒诞的呢 That 代此 代替前方的 Spectacle 这个场景是 Gunners 这个叫炮手 什么炮手啊 分词结构做定语 Using signs to shatter man's bodies 它是用这个科学 来去摧毁人的躯体 你想大炮吗 While close in hand 但是近在咫尺的是 Sergeants use it to restore them 那么 外科医生 也在用他 来去重新恢复他们 外科医生用的他是谁 当然指的是 Science 科学 也就是知识 恢复的他们 他们是谁啊 Bodies 就是人类的躯体 We have to ask Nouself very seriously what will happen if this two-fold use of knowledge 大家注意哈 This is Ever-increasing power continues 我们必须呢 要非常严肃的问一下自己 壮与从具 如果这样一种知识的两重性 尤其强调一下 壮与前置 With this ever-increasing power 随着他的这样的一种威力越来越强 这种两重性的使用 继续进行下去的话 我们人类终将去向何方呢 那么现在我们听神老师 能再把这个整个的文章 给大家做一个归纳和总结 首先在文章的一开始 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或者一种担忧 那就是进步是有问题的 然后他马上就说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某种进步在发生着 这种某种进步是谁啊 就是知识 而某种进步没有发生 是谁呢 两条 Intelligence和Morality 智力和我们的道德 那么知识 它是怎么进步的呢 通过几个阶段 一 说话 二 写作 三 印刷 四 科学 那么通过这四条 知识发展得很快 还有第二个原因 付诸实践 那么由于这两条大的原因 就导致知识发展特别快 而且发展的特别多 而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应当怎么去面对 这样一个知识爆炸 但是我们却道德和我们的智力 却跟不上的一个情况 于是他提出一个 用疑问句的去提出 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很荒诞 当然就讲的是 知识的两重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是既造福也为祸 所以他最后的一个深沉的问题就是 我们应该怎么办 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去 真的有真正是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答案 我们应当怎么去面对这样一种 知识的两重性呢 当然应当是尽快的去提高我们的智力 聪明起来 而且去提高我们的道德感 其实最后呢 应该是用我们的人类的聪明才智 还有我们的道德 去来约束那些膨胀的知识 让他尽量的少为祸 多造福 所以今天我们的课文呢 就先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再见